是的 主播持續帶來關心 台風台美對台灣造成的影響 因為其實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宜蘭蘇澳的育英國小這邊 那可以看到其實現在宜蘭已經下起了大雨 那其實今天一早因為宜蘭的雨量 其實是有達停班課的標準 不過縣府是宣布是由學校來決定 那今天一大早我們到了學校這邊 我們來問一下校長 我們今天學生的到班率算是人數 現在我們學校在昨天晚上接收到縣府 今天會有好大雨的信息 所以我們整個晚上我都在隨時掌控我們 大概蘇澳地區下雨的狀況 那也有告知我們家長跟我們學校同仁 特別轉達家長 在今天在上學之前 如果說你來學校有危險的疑慮 你就可以跟學校跟導師來做請假 那在目前為止雖然雨勢還是蠻大 但是還家長沒有反應說 這個雨勢會影響那個上學的狀況 所以現在我們的學校上學的狀況 一切都還是非常正常 也沒有到達那個停班停課的一個標準的一個部分 現在是我們學運國小目前的現在狀況 那現在有學生蠻多有請假的狀況出現了嗎 現在我們老師正在清點班級的人數當中 目前老師還沒有回應說 那個有學生有請假的狀況 那我一大早也巡視了一個班級 那班級的狀況也沒有說 有現在目前有學生請假的狀況 謝謝校長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現在因為根據氣象署最新的統計 宜蘭的日語量是有達490毫米 也就是說這已經達到停班課的標準 不過縣府卻拋給學校來說自行決定 那這個決定也讓不少家長相當不滿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有觀察到學校 就是家長要載學生來上課的時候 其實一手撐著雨傘一手還抱著小孩 其實說相當的危險 那其實有家長抱怨說真的有點不太方便 那我們現在看到最新狀況 其實你看又有家長呢 開始也是撐著雨傘帶著小朋友要來上課 因為其實宜蘭現在的雨勢 也是有越來越大的情形 那現在就是很多家長也陸陸續續 要把小朋友送進學校了 那因為其實整個颱風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以及東北季風這個共辦效應的發威 其實現在雨勢都有逐漸增強的情形 因此我們也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因為尤其是宜蘭山區 氣象署也針對山區發布了大豪雨特報 山區部分的朋友們一定要注意 有沒有貪方以及落實 至於低洼地區的朋友們 也要記得注意淹水的部分 那也像是現場學校的最新狀況 希望再把時間盡頭交還給台北棚內 風勢強勁大樹被吹得左右搖晃 岸邊則是掀起陣陣長浪 停放路邊的機車也抵擋不住強風 被吹得東倒西歪 畫面轉到馬宮與港 停放著滿滿的船隻 船員則忙著用繩索固定漁船 避免遭受颱風損害 受到台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23號澎湖刮起十一級強風 憲政府基於安全考量 決定23號和24號兩天 停航往返七美萬鞍 兩個離島的交通船班 25號是否開航還要依天氣狀況而定 若是到時乘客量大增 無法紓解車船處將租用民間船隻 夾班運輸 但突如其來的大風 也打亂民眾行程 這位民眾從台灣出發 專程要到旺安工作 但因船班停駛 現在只好先完成在馬宮的工作 等到天氣好轉再出發 不只交通船停航 就連八千多噸的新澎湖輪 也一樣不敵強風 宣布取消航班 目前風勢預計將延續到週五 但空中交通暫時不會受到影響 三新聞溫婉瑜 將軍委澎湖報導 好 直播帶你來關心陽明山這邊的天氣 對 雖然現在目前所在位置 就在文化大學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現場 現在這個雨它是一陣一陣的下下來 而且風其實也是有時候會突然 有一陣強陣風的 因為透過現場的樹葉觀察 就可以看到它是被風吹到不斷的晃動 另外因為今天是禮拜四 那也是正常的上班上課日 那所以呢 因為這邊其實有不少的學生 其實一大早是有來 不管是買早餐 或是要來走路來上學的情況 那我們剛才也有觀察到說 其實因為今天的風跟平常比 是有比較大的 因此有一些學生呢 他們是有出現這個雨傘 是有開花的狀況 甚至是一度是有點站不穩的 而因為今天是有下雨的狀態 所以其實有一些學生呢 他們是選擇穿拖鞋來上課 那因為為什麼這兩天呢 其實台北市區呢 就是不斷的下著雨 那就是因為受到這個 譚美颱風的外圍環流影響呢 以及這個東北季風的共犯效應 那因為這個譚美颱風呢 雖然看目前的路徑呢 是沒有直接登陸台灣的 不過呢 它的這個外圍環流呢 還是持續的在影響著台灣 因此呢 這個氣象局呢 也有針對這個台北地區 以及山區呢 是有發布這個豪雨特報的 那也是因為這兩天呢 可能因為颱風比較接近 那另外呢 可能會有雨勢 會有比較大的情況 那也請民眾呢 出門呢 務必要多加小心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主播 哈囉觀眾 持續帶來的關係 台風台美的最新情形喔 所以現在的路徑呢 是沒有侵襲到台灣 不過呢 大家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喔 因為其實呢 這個颱風的外圍環流 加上了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就會產生共半效應 所以呢 會有非常旺盛的對流雲系 就會有非常顯著的雨勢 所以如果您是住在北部 或是東半部的朋友呢 其實在今天的整個天氣的感受上 應該會逐漸明顯喔 那接著現在人在的位置呢 是新北市的萬里區 可以感受到呢 現在的天氣呢 可以說是霧蒙蒙一片喔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雨勢呢 雖然現在比較少了 不過其實上一秒呢 還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實今天一整個早上呢 都是有出現這種間歇性的降雨喔 那其實我們剛才訪問到附近的居民 他們也透露 其實在風勢的部分呢 昨天呢是非常的強勁呢 甚至呢 他走這個摩托 騎摩托車啊 或是看路人走路的時候 其實都要壓低這個重心 才有辦法走 所以他們也透露 其實就很像呢 兩週前的山陀兒颱風 而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來到港邊喔 今天呢 這個漁民在一早上 是都沒有出海作業的 可以看到呢 大家是將船隻呢 放在了這個港邊 並且呢 是用這個繩索 將這個船隻來固定住 而我們也注意到了 其實現在呢 在外頭的浪高 萬里安的浪高也是非常高 有來到4.3公尺左右 所以我們其實透過堤防呢 也可以看到呢 這個浪花呢 是一波一波的打上堤防 甚至呢 有時候呢 還會直接越過堤防喔 所以也可以感受到 現在在萬里延安的浪 是非常高的 而且其實剛才有提到呢 其實在兩週前 才發生了這個山陀兒颱風 當時候在新北市的 金山還有萬里呢 這一帶呢 其實是多處呢 都有發生了淹水的災情喔 那其實居民也透露呢 因為上一次的這個台 受到颱風的遺搶 上次在萬里區呢 單日的這個降雨量 就有來到508毫米左右 所以也部分居民也透露 這次也非常擔心 也提前做好了準備 而現在啊 在這兩天啊 其實這個雨區還有雨量 都會持續的在擴大 要一直到了這週六呢 這個天氣才會 狀況才會回穩一點 所以也提醒觀眾朋友 一定要先提前做好防雨準備 那以上就是在新北市萬里萬里長 那些情形 我們再把前面鏡頭交換捧內 好,謝謝 謝謝 謝謝